…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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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是住在沙田的 那幢房子就像公屋一样 门对门 这就是电梯 这间屋是我们的 好像是第二间 入地是大小的 这个门口 这个内笼大概是三百多尺 这里有个露台 露台百多尺 这个就是厨房 这个就是厕所 那时我结婚 有两个儿子 结婚初期是租别人地方住的 只有租一间房 有间屋之后就很开心了 我记得初初 这里就放一张商人床 这里就放了衣柜 这里放一个小小的櫃子 这里就放两张椅子 其实我很想放梳化的 我喜欢软软软的东西 很舒服的东西 但是我老公就买了两张 现在家居的木椅 不要紧 没所谓的 还有一张 BB床 哎呀 大仔不知道睡在哪 忘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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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这张BB床给小仔 因为刚刚满月 我们就搬进来 这里有这张商人床 这里其实是一些 好像公屋那些 出去厨房的玻璃窗 是很奇怪 这里是通窗的 不知道为什么可以看到 下面我们住十三楼 但是这里可以直到 下面地下的通窗 我们就不想浪费这么多位 所以这里就封了 还有害怕小朋友掉下街 这里放洗衣机 这里也不知道放了 放一些单车和杂物 那样 那时候好像还是这些 帽子来的 这里呢 因为 小孩开始大了 六个月了 坐BB车 怕他冲 这儿有一级 怕他冲出来 所以我们会加一块板 在这里 免得他一会 带错车 冲掉下去 那开始呢 就这样摆 那儿子大一点了 又多个女儿了 于是呢 我就将他带着位 将这张床搬过来 这里呢 仍然是一张BB床 但是呢 这张BB床 再不是儿子的了 就变成了女儿睡的 这里仍然是放一些衣柜 这里就会放一个组合柜 不是啊 这边放组合柜 这里就放床 两个儿子躺在这里 女儿也躺在这里 我们吃饭呢 就没有放一些大桌 没有放饭桌 全部都是一些很小小的桌 因为他们都很小 我们会就着他们 就会坐一些小凳子 那儿吃饭 是个时个节 才会开一张大桌吃饭 那这个厨房 那经常呢 这里呢 是一些灶头 那这个呢 就是小碗的 那我就喜欢呢 将那些东西呢 就放在 那些 那些 那些油啊 糖啊 糖啊 就放在这里的 但是呢 很多时候我老爷呢 很喜欢进来的 他就会把我的东西呢 全部大拌乱 将它拌乱 将它拌乱 是说要这样摆 那 糖啊 也很容易拌乱 那这样就算了 那他走了之后 其实我又会再放回 那不理他了 那我自己的做法 那 那 这个摆位呢 摆了一段时间 然后很满啊 不行了 那 那 这里呢 再不是一些普通的床 因为是变了滤架床了 那里呢 就一个那些 梳化床,梳母的梳化床 是高的,我用来做间隔 这里都是间隔的,用一些标签 因为开始大了,读小学了,孩子开始 这里是梳化床,梳母的床 本来我们五个人 那时候会有一个寄仰的小朋友 变成六个人住的这间屋 仍然是电视机 接着我会放一个鱼缸 那时候是听人家说的 需要养鱼在这里 我是需要养鱼的 怎么也好,其实我都很需要养鱼在这里 很多时候鱼都会死了 死了就再养鱼 那些人说是挡杀 其实可能是我杀气大吧 我不知道 总之那些鱼呢 会死吧 有时候可能我不舒服的时候 它就会死的了 然后它死了之后再养鱼 就会好一点 其实我这里 讲回外面的家 这里放了很多架单车 两架,三架,四架 其实放不完的时候 骑楼这里也会放的 那我们一共有五架单车 那很多时候 下午 因为我的儿子上学 就上早上 下午就会去楼下这个公园 踩单车 那还有呢 两个儿子上学的时候 其实我都会 摘着一个女儿 在那儿踩踩踩踩踩去 跟那些人一起 跟那些妈妈一起踩去大埔 但是 我就没有机会踩到大埔了 最远都是去到这个水景基地 那时候就要回头了 因为女儿睡觉了 我要扶着她 一边踩单车 一边手扶着她 就回家 那时候来说 其实就是 我最开心的日子 因为这间屋 给我 就是可以搬来 搬去 而且很自由自在地 四处去 这间屋 其实是一些石级来的 这个是山 这间屋是木屋来的 其实是半山的 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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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小时 觉得它很大 那间屋外 其实也有一个 搭了一个棚 这样的东西 就是 有一些灶头 还有一些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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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间屋里 我只记得 这里是一张很大很大的床 全部都睡在这里 那时候好像 先看一下 一二三 应该有四个弟弟 三个 对 三个 全部都是睡在这里 那我爸我妈也是 全部都是睡在一张床 是很大 那张床 那里 这个空间也很大 有张桌 有桌 贵的 不知道有没有 只知道 煮饭 其实是会 煮完饭之后 就会进来这里吃 但是这里其实通通的 如果下雨的时候 其实会突湿的 那 这里一路下来的梯级 下来之后 这里是有一个井 那些人 常常都在那里打水 我们吃的水 都是在这里拿上去的 但是在那里洗衣服 在那里聊天 就 总是很多人 这里总是有很多 事情聊天 但是我都不知道 因为很小 那时候我想 我都是 其实我 两岁左右 就搬过来的了 就住到大概是五岁 六岁 五六岁 就搬走的 但是在这里 其实为什么 都会深刻印象呢 其实很记得有一次 因为这个山来的 那我们这间是没有屋 那这里呢 有一天 在一个 这里还是间开了的 这个房间 这个厅 是间开了 那这里呢 有东西 动下动下动下 不知是什么来的 那时候告诉妈妈 你看那里 有些东西 动下动下动下 那妈一看完之后 很害怕 立刻带我们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坐在这里 别人看啊 看着我们 不要走开啊 那妈妈就四围去 是很害怕 很害怕 四围走 四围走 最后就带了一个男人上来 带了上去 然后就在一间屋 就在那里走来走去找 他们找不到东西 后来才知道 原来这条是蛇来的 是很长 很长 很大 好像大人的大腿那么大 所以妈妈才很害怕 可能我们那时候 我那时候都不懂 不害怕 回到家的时候 都没有东西 然后又是这样 好像平日那样 最记得 有一只狗 还有一张照片在那里 那时候不知不知不知 突然有一只狗走来 那有张照片 现在我还很有印象 就是在梯级旁边 和狗拍 我妈 我大弟弟 和第二个弟弟 和狗拍一张照片 这是自来狗 这是狼狗 那一只狼狗 那很有印象 很开心 那还有一次 就是打风 整间屋 整间屋 都吹走 这个就是温代 温代那一年 整间屋都没有了 那 那 之后就 建立了 那 当我建立了一间屋 其实我在这里 我背着我弟弟 在这里 拌拌了 拌了 那 我大腿没有了整大肤肉 那我弟弟 就没什么 但是在这里哭 不停哭 不停哭 每个人都在看他有没有事 但是呢 我在这里流血的 很严重 其实他们见他 看过了 全部都看过他 没什么事 不停哭 我手手脚脚都没有 那我先来看看 是什么 其实原来是 没有了整大肤肉 那他们 不知拿了什么 好像烟灰 是不是 烟灰 吃烟那些 烟草那些 烟灰 包着它 就 搅拌它 不知道 我那时候又觉得没什么 那现在也有垃圾 那 那时候小时候 真的什么都不懂 又觉得 隨便吧 但是现在想一下 有时候又觉得 很奇怪的 为什么要处理的事情